維銘我們剛看到的是JP摩根CEO的說法 這個半導體是國家安全 這個統一口徑確實跟商務部以及白宮 現在是完全一致 所以整個半導體的封殺 現在看起來是長期的持久戰 對 那我們看到了 在這兩年整個晶片缺貨的情況之下 半導體的問題變成了國家安全問題 所以啊 邵逸然說上有政策 但下有對策 受到了晶片的新規定的影響 我們看到了美商柯林 柯林是全世界市值 第四大的半導體設備商 傳出要在中國裁掉 超過10%的他們的員工 那這個裁員 希望現在是讓他們自願離職 你自願離職我給你比較多錢 後面真的裁員的話 反而不會有這麼多的條件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看到了半導體的最冷時刻 好像要來了 雖然在上個禮拜看到了 台積電公布最新的營收 再創歷史新高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法人其實對於明年 二零二三年第一季的估計 有可能營收還會掉一層 那麼我們認為 大概在十二月份的時候 營收就會開始出現下降 代表這個整個半導體產業的寒冬 才剛剛要開始 那另一方面除了台積電面臨到問題 其實三星電子也面臨到了 所謂支出過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啟動了所謂的緊急營運模式 緊急營運模式就是準結 就是要節省支出 你能不要飛出去就不要飛出去 能用視訊會議就用視訊會議 那你不要用這些外面機構的調查 能省錢就省錢 那另一方面 雖然他們在做準結 可是也在拉攏 他們的合作夥伴 就是Intel的基辛格 基辛格跟三星電子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開始碰面 那他們要去討論的就是未來的半導體產業 他們要怎麼樣去做下一代技術的開發 那這個東西就是拉攏 所謂的次要敵人來去打擊 主要敵人也就是最大的競爭對手 台積電 那麼在整個美中關係緊張的情況之下 伺服器的供應鏈也在重組 其實早在二零一八年 美中貿易戰的時候 Google就已經開始把一些產業的這些供應鏈 從中國往臺灣移動 那這個是第一波 在今年以及過去幾年裡面來講的話 整個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圍堵 讓現在東南亞 像是馬來西亞和泰國也被列入考量 甚至在未來南美洲也會成為一個產業發展的重心 那另一方面 全球的面板產業是在這一次的庫存循環 最先開始的 現在他們的董事長 彭聰浪開始說要去考慮 要不要在美國設廠 那現在看起來機率是算是相對大的 在二零二五年以後就會開始量產 那麼我們其實從今年年初的時候 在節目上就一直幫大家追蹤 關於裁員的資訊 那今年美國科技業上半年就是凍結人士 我聘薪的 到了下半年裁員開始加速 那到目前為止 有一千一百四十九家的科技廠 開始宣布裁員 在十一月份的裁員人數 甚至來到了將近六萬人 那另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了中國在這裡開始解封 那美國的前財政部長Sommers 就說中國放棄清零 可能是這幾十年來最大的政策轉變 那有可能會讓他們的醫療量能 沒有辦法負擔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災難性的風險衝擊 那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當時中國的政監管理的機構 就說要降低今年的市場波動度 但偏偏在今年就是他們這幾年 甚至是零八年金融海嘯以來 市場最波動的一年 那麼中國其實除了金融市場的動盪 以及清零的問題以外 製造業大幅萎 我們在上個月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報告過了 製造業的PMI 已經首次出現了低於五十融枯線 在這個月更進一步下滑 所以代表中國目前面臨到製造業的問題 壓力還是很大 那麼我們還看到了 是中國的房地產的這一些高階主管 一個一個暴雷 富力地產的創始人張力 在昨天傳出被英國控訴說 你在這裡行貴 所以我把你抓走 那現在很多的這些房地產的高層 一個一個暴雷 所以我們認為接下來的問題 仍然非常的多 回到臺灣來看 其實我們看到了巨大 也就是自行車龍頭廠Giant 今天股票打到跌停 殺到跌停 一開盤馬上就打到跌停吧 其實他就是在反映現在的這個消息 什麼消息 庫存太多了 下游的廠商在過去兩年裡面 有多少貨就拉多少貨 可是需求一瞬間的解崩 雪崩掉以後 現在這些下游廠商希望可以展延 他們的票期 希望可以展延一百二十天 但巨大說我們要共同承擔 所以最後展延了四十五天 這反映了供應鏈庫存 還是非常的高 那另一方面金融產業也是一樣有很大的壓力 在上個月 我們看到南山人壽十一月 大虧破百億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臺幣升值太多 導致很多以美元去計價的部位 出現了虧損 那這樣子呢 就讓他們在整個十一月的虧損 獲利數字變成了油銀轉虧 那麼我們的龍頭二八八一的富邦金 在十一月也是一樣 稅後淨損超過一百六十億 那除了匯兌損失以外 因為防疫險的理賠也導致他們整個 殘險的部分虧損了七十九億 我認為在面對匯率啦 股票還有債市的這些價格大幅波動 加上地緣政治的風險環繞的環境之下 投資人依然要拉高風險意識 那我請教一下月中 所以這一回合庫克在這個時間點 他並沒有訪問中國 他反而參訪了日本 就引來了科技業界高度的關注 當然這個庫克我們看到了 上週才參加了台積電在亞利桑大廠的 這個遺跡遺跡之後呢 很快的又趕到日本的熊本 一聽到熊本 大家想說是不是他又去看台積電的熊本廠 也其實不是 好 來 庫克為什麼要到日本 而且到熊本去 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 先看市場面的部分 問大家全世界哪個主要國家最喜歡蘋果的產品 大家可能會猜美國 猜中國 錯 我跟你講 日本才是全世界最喜歡蘋果的產品的 我們以iPhone的手機市占率來說 日本的iPhone市占率65% 最高峰是80% 可是美國直到今年iPhone上市以來 直到今年的第二季才破50% 所以全世界最愛蘋果 最愛iPhone的其實是日本 還不只這樣子喔 蘋果有一個金基姆叫Apple Store 用蘋果手機的都知道 這個Apple Store日本一年貢獻346億美金 哇 你就知道這個市場有多大嘛 所以市場面是這樣子 那更不要說供應鏈這個部分 Sony很重要 我們在以前節目裡面我其實也提過 在整個iPhone的供應鏈裡面 只有兩個商品是獨家供應商 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台積電的 CPU的晶片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iPhone手機的感測元件 Sony是唯一的供應商 可見Sony對於蘋果來說是多麼重要 尤其大家都知道 iPhone手機拍照效果非常好 那關鍵就是這個影像感測器 所以他到熊門廠去參觀的是 Sony的這一個工廠 那當然對於Sony對於整個iPhone來說 不是只有Sony這家公司而已 整個日本的供應鏈 我們以蘋果不要說只說iPhone 大家很難想像全日本 其實有將近1000家工廠 都是蘋果的供應鏈 就以最核心的跟iPhone有關的 其實也高達96家 這個數字整整是台灣的兩倍 所以這個顧客就自己說 光我這個整個我蘋果 過去五年在日本 我就貢獻了1000億美金 什麼意思 因為我要很多供應鏈要零組件 就我們剛剛說的Sony等等 一年要五年花了1000億美金 在整個日本的市場 那如果用佔比來說 是超過三成以上的 所以不是只有Sony的感測晶片 其他還包含了什麼 包含了它的這個 這個11億元件 然後還有這個光學模等等 甚至連Apple Watch的錶帶 也是當地的紡織廠所貢獻的 所以你說這個庫克要不要到日本去 當然要到日本去嘛 所以你看到庫克到那邊真的很開心 不是只有去參觀場而已 還去熊本城去參觀 還去當地的大學 當地的小學 都還去那邊打卡去推文 所以這是我們要了解到 為什麼這個庫克要走這一趟日本 那對蘋果來說 它的這個布局當然不會只有日本 大家當然想到現在中國的問題越來越大 尤其是這次鄭州的事情 讓蘋果現在也感受到了 我真的不能重壓在中國 尤其是重壓在鄭州 所以現在據說好 那我已經證實 蘋果已經下令說 在印度的廠 我在兩年之內要擴增三倍 那講到蘋果在印度的廠 那當然想到我們當然我們的富士康有 我們的核碩有 還有我們的偽創的有 好所以先從富士康講起 富士康在這個清奈的部分 原本就已經有產了嘛 所以在去年已經投了3.5億美金 今年據說又再加碼5億美金去擴廠 主要原因是因為原本清奈廠 只是幫這個iPhone生產 比較低階的手機 但是現在傳言是 準備要在那邊生產最新的iPhone14 那不只是這樣子 核碩在清奈也有產 而且就在9月份的時候 已經接牌正式生產了 那核碩在這裡也投資了 大概40幾億的台幣 那目的據說也準備要生產iPhone14 核碩有做iPhone不稀奇 但是要做最高階的手機 那基本上這就另當別論了 好那所以整個印度對於蘋果來說 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在當地生產 現在出口到國外的 其實並不算多 大概是700萬支 占整個iPhone的供應鏈 大概是5.5%的市占率 可是印度本身的市場 那就不得了了 因為iPhone現在在印度的市占率還是偏低 可是現在一年可以成長40% 那你說他要不要注意這個市場 當然要嘛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要注意到 中國的動作其實越來越大 中國大家也知道 現在對他進行圍堵嘛 所以中國現在開始要砸大錢 能再去增強他們自己國內的生產供應鏈 所以現在傳言中國政府在明年將要撥一兆人民幣的資金 去挹注新的這個這個半導體的開發 那大家都也知道 因為現在美國包含了荷蘭的現在高階的這個光科技也都不賣給中國 中國要去發展高階製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不要忘了中國還是有能力生產低階成熟製程 所以現在大家就很擔心了 如果中國中國政府在砸這些錢 那是不是讓他們的成熟製程的產量會越來越大 所以一旦中國真的這個在低階製程 成熟製程產量越來越大的話 他會不會傾銷到全世界 因為中國以前做過這種事情 像這個太陽能電池的部分 他們也曾經做過這樣子的事情 再舉一個實際的數據 中芯半導體第三季的這個財報公布之後 大家嚇一跳 大家不是在制裁中芯 結果中芯第三季的這個營收居然暴增了兩倍 為什麼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跟外國買 我也沒有辦法出口 當然我就以國內市場 那國內的這些其他的這些消費者 當然也都開始跟中芯去買這個商品 更要擔心的是 中芯他們在2020年 有四座新的廠去開始要去建 那已經快要接近完工階段 如果中芯的這四個廠再完工的話 產能會增加兩倍 那很有可能就達到我們台灣的聯電 跟美國的革新 所以這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地方 好我們稍後回來 創下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媒體有直接獨家追蹤報導 上個禮拜事實上老共追殺我們 封殺我們2000多項的農魚水產品 現在呢老美要追殺中國 再殺36個中國企業 其實你那標題說是習近平又被卡脖子了 對拜登來講 他才不想做卡脖子這種小動作 他是直接掐脖子 而且越掐越緊 越掐越緊就是根據路透 還有金融時報講說 這個禮拜 美國拜登就會再度宣布 長江存儲和其他35家 相關的半導體中國的產業 直接要列入美國商務部的 整個實體的貿易黑名單 這個貿易黑名單列下去之後呢 這些要去買美國包含零件 還不只是那些尖端技術了 相關美國公司的各種零件呢 通通都被禁止 除非得到美國商務部特許的一個許可 所以這個是更進一步 事實上在講兩個月之前 拜登就已經針對長江存儲 還有31家掐了脖子了 這掐脖子當時是把它列為叫做 非核實清單 那時候是一些尖端的半導體技術 或什麼禁止美國出口過去 現在更直接徹底的 完全的列入了一個黑名單 而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當然你看到中國一定又跳出來了 王彬又跳出來想說 這個叫做科技霸凌 他每一次只會講科技霸凌 然後把經濟合作變成了是武器化 還有那個政治化 但是中國也沒有辦法 因為美國本格還有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麼呢 美國現在已經除了這些晶片半導體之外 又要對準中芯和華為的5G電信設備 美國現在在下禮拜很快的會通過 2023年的國防授權法 然後在國會裡面加了一個章節 這個章節是什麼 禁止美國政府還有美國的相關企業 使用中芯長江存儲和長新存儲裡面所有的東西 而效期至少5年 為什麼會做這個狀況呢 是因為他們從中國過去的一個模式裡面 中國很喜歡用一些比較低規格低價錢的狀況 開始用國家的力量直接的在傾銷全世界 而且低價把你用沙價的一個戰爭 然後這樣要破壞市場秩序 搶佔市政率 例如過去的時候太陽冷板 還有一些電信設備交換機 都是這樣子達到的 所以現在呢 中國現在你看它在美國荷蘭 他們14奈米之下都出了狀況 都已經限制它的設備 可是中芯它至少28奈米 這雖然是成熟自成 而28奈米從2011年開始 全世界就已經大量在使用 所以還有很多不是那麼尖端的武器 還有很多的汽車 還有很多的電子商品 都還在用28奈米 而中國現在呢 中芯又在投產4家晶圓廠 可能在2024 2025之後 就可以產生這麼大量的 不是那麼尖端的高端的一個晶片 可是呢中國一樣的 可以繼續用它打亂全世界的 這樣一個28奈米以下晶片的市場 造成整個全世界晶片大亂 所以美國要提前準備提前出手 而不但如此呢 現在的國會裡面呢 兩黨之間共和黨和民主黨 由科頓和舒默還共同的聯合提出 一個叫做網路法案 這個網路法案是要求財政部 也要列入整個所謂的財政部的實體黑名單 而這實體黑名單裡面 它的本名叫做指定特別國民和被封鎖人員 你認為說要把華為還有5G的相關的這些設備 不能讓它進到美國的金融界 不能讓它進到美國的金融市場 因為這個名單呢 美國已經列出來已經有1500頁 通常呢是把它列為是 國際上的犯罪組織恐怖分子 所以如果這個法案通過的話 華為和中國的5G設備商 都被美國財政部視為是恐怖的一個分子 而這個時候呢 美國在13月的時候還會正式的 就是13日的時候已經正式提案要封殺抖音 而封殺抖音的話呢 配套方法 將由已經是內定中國特別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加拉格去負責處理 因為美國呢從上個禮拜 特別有FBI局長作證 有國安問題 美國人的很多的IP位置 會因為透過抖音而被鎖定 所以美國已經主動這個 而現在阿拉巴馬和猶他州 也已經做了這樣的一個處置 在所有這個情況裡面呢 現在呢 裴洛西即將卸任了 所以他又有一個特別的演講 而裴洛西特別去回顧這段時間 他在美國的整個政壇裡面 他特別提到20年前 他就一直想說不要讓中國加入WTO 因為中國加入WTO開了一個巧門 就這個巧門裡面 造成今天中國全世界這麼麻煩 所以裴洛西還特別警惕 回顧這20年和中美貿易戰的一個狀況 其實真的全世界從今天開始 不要把生意放在世界上的普世價值 和普世理念之上 因為中國就告訴你這回合來大麻煩 從下剛剛看到的是 美國方面的駐韓美軍 事實上也直接成立太空部隊 圍堵的當然包含了中國跟北韓 昨天美國在整個南韓那邊的烏山基地 成立了美國在南韓的第一支太空部隊 而這太空部隊當然是追尖用的 就是專門去監控北韓和中國有任何的 很可能會飛到太空的各種行為 包含是洲際彈道飛彈 極超音速飛彈 通通來加以處理 然後他們成立這個部隊呢 其實你就看到美國的應變能力 有多麼的快速 在一個多月之前呢 金小胖打了洲際彈道飛彈 打到了太平洋中間 威脅可以打到美國的關島 那個時候日本就說 這時候朝鮮半島上 是不是要就近監控 美國的太空司令部 應不應該在朝鮮半島上 成立一個指揮部 才一個多月 美國不但是成立了指揮部 而且是一支部隊 而這部隊裡面其實他們也講到一個關鍵 這些部隊就是專門去監控 而這監控是什麼 美國現在有一個叫天積雷達 它在地面上除了TMD 各種的SUD之外 就在天上專門去監控 各種可能的是超越太空的飛行的 天積衛星天積雷達 所以就代表著美國成立這些部隊 也代表著在燕影太地區 天積雷達天積衛星也會部署下來 反應是非常的快速 而這樣一個快速之下 美國還是很擔心 所以太空軍的司令部裡面的參謀長 還一直擔心說 中國其實現在是太空上 美國最大的一個對手 為什麼呢 除了我們昨天今天也講到了 他們會打出那個 從地面上打上去的動人2動人3 直接打掉衛星之外 事實上他們觀測到一個人 認為中國其實資源會投下去 這個人叫做葉培健 你看習近平這次的新的人馬裡面 很多都是航天系了 而這葉培健稱為叫做天公之父 稱為叫長俄之父 其實中國的航太科技 前學生之後 傳給了北斗衛星的孫家豆 而這個接下來就是葉培健 他都是真正專業的 自成一格的航天人才 所以美國也擔心 中國如果資源投下去 美國跟他的競爭還是非常激烈 所以現在還要跟日本在合鬥 昨天是SpaceX幫助日本的民間企業 也發設了要登月的一個計劃 現在日本也決定 接著幾年之內 射出50顆 專門在印太地區 東北亞包含台灣上空 50顆為衛星偵察群 這些衛星呢 就是他們以前有9顆 專門在朝鮮半島上面是打8字型 所以不斷的一個接一個 24小時不斷的監控 那現在是在戰爭的狀況之下 或是被你擊落的狀況之下 他們同時 在短短的三年之內要發射50顆 涵蓋這些地方 包含偵查 包含到時候的緊急通訊 就像SpaceX在整個烏克蘭一樣 讓你通訊不會中斷 好我們稍後回來 露透社間獨家追蹤 老美很有可能再度封殺36家 中國企業指標的案例 當然包含了長江存儲 然而在中國內部 這回合疫情的解封 死亡的人數還在飆升 所以越中 中國封控的時候帶來經濟的傷害 可是呢 完全的解封現在疫情炸鍋 也存在著政治跟經濟很大的不確定性 確實我們就以今天早上 本來例行性中國的國家統計局 都要公佈經濟數字開記者會的 結果在昨天臨時通知改由線上網路發佈 這大家就很納悶 正常情況他們都會召開記者會 像過去我也看了好幾次這樣子的會議 那就是中外的各個記者就會當場問說 怎麼中國的各種經濟數據的各種問題 結果現在改成網路發佈 換句話說一定是有事情 所以我不開記者會了嘛 那到底什麼事情他們當然沒有明說 可是這個中國的這個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 真的吃了誠實豆沙包 這個胡錫進就自己說了 哎呀現在北京的這個陽性確診人數 陽性的速度非常的驚人 而且他說 他說相信我在這裡看到我見證的這個疫情爆發 是全世界最猛烈的 哎這個話從胡錫進的嘴裡說出來 那我們就不要多 等等喔這很恐怖喔 胡錫進說中國北京現在有全世界最猛烈的病毒傳播速度 對 搞不好有新的中國變種病毒 這不可能啊 那至少我們可以確定就是這一波這個放寬的檢疫的方 的這個措施之後呢 北京市現在顯然陷入非常嚴重的問題喔 那這個問題當然不是說只有不開記者會而已喔 更誇張的是現在傳出來中國的北京醫院的太平間 居然屍體為患哇 就像有網友就說喔 他的父親死掉了 要送太平間 結果太平間說我們拒收 因為已經滿了 好 而且呢更誇張的是現在 在這個幾個官方的單位呢 現在發布了一個叫做 新冠核酸陽性患者遺體處置工作指引 說什麼事情呢 告訴你 如果你因為這個新冠疫情死掉了 兩個小時之內 你要火化 不准把屍體移到任何一個地方 最多不能超過三個小時 而且這個過程當中 你不可以有任何的祭拜儀式 各種的典禮 通通不行 反正就直接送到這個火化場火化 可是問題來了喔 送去火化 結果跟我說很抱歉喔 這個火化場也爆滿了 請你先自己再抱在家裡自己看著辦 哇 他說現在實際上 雖然官方發布要兩個小時 最晚不能超過三個小時處理好 可是他說現在光你要排火戰場 要五到七天 那你想這個是多可怕的一個 這個死亡的數字喔 甚至他還說喔 就算你今天是少數民族 為什麼要特別少數民族 因為少數民族 我們知道他們有可能很多 有這個儀式的問題 很抱歉 通通不舉辦 或者是你是海外的華人 包含台港 你想要把你的家人在中國確診死了 你要把遺體移到 移回你的這個原本的所在 譬如說你是台商 很抱歉 通通都不准 反正你就給我燒了就對了 我們在過去華人的習俗上喔 就是你死了 如果就算要火化 我也要看日子看時辰 很抱歉 現在通通都不准 反正就得做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大 好因為這樣子問題的連帶 我們看到日本的經濟研究中心 叫做JCER的 他們在過去長時間都會去追蹤的數字 就是看中國什麼時候 GDP的總額會超過美國 所以在2020年疫情剛爆發 我們知道這一波的疫情 全世界最早爆發的是中國嘛 所以當時他們以為說 中國最早爆發 所以會最早回復 所以他有機會經濟反而因此上去了 結果沒有 所以這個JCER呢 他們原本2020年 預估2028年 中國就可以超過美國 就GDP的總額 可是到了2021年的時候呢 他們看到說 哎呀中國一直在 這個這麼嚴格的嚴格的風控 所以他們把這個時間點調到2023年 現在最新的這個JCER說呢 好我不要再預測了 預測沒有用了 他們覺得根本就不可能超過 因為以現在他們的評估 就算到2035年 中國的GDP也頂多 只有美國的87% 那最大的問題 當然就還是在於這個風控 所以我們再看到 亞洲開放銀行ADP呢 發布最新的報告 就把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包含今年跟明年的數字 通通都下調 以今年來說 原本預估3.3 明年下調為3% 明年從4.5下調為4.3 更慘的是香港 香港今年預估0.2%的成長率 明年預估要衰退3.3% 哇你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嚴重了 剛過去的雙12 在以前呢 中國雙11之後呢 就搞了一個雙12 結果今年中國的雙12 完全沒有任何活動 為什麼呢 原來居然是雙11的活動呢 很多這個消費者架了單 結果都沒有辦法出貨 一直塞 塞到現在很關鍵就是快遞 能力不足 能力不足當然還是跟疫情有關係喔 就以具體的數字來看喔 我們知道義烏這個地方是非常多的 這個雜貨的零散 這個集散地喔 那他們今年呢 其實他們的每天的這個快單量 快遞量呢 暴增到四千萬比 你不要以為是因為生意好 是因為全部都堵住 出不了貨了 所以你就知道 中國現在消費問題也很大 那再來還有一個就是資本的問題喔 在過去呢 欸我們看到疫情期間 中國人到甚至到目前為止 中國人都不能出國去喔 欸有媒體就說喔 就統計喔以前中國人在外國一年光消費要花掉兩千五百五十億美金 三年不能出去的 所以中國可以省七千六百多億美金 再來以前很多中國都會到外國去留學 可是現在光以美國來說 就少了將近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 這樣看起來中國應該變有錢的 因為都沒有出國去花錢的嘛 可是有一個更大問題就是有錢人都跑掉了 據那個網站的統計 至少今年有一萬個高資產的 這個人士呢 離開了中國 那到哪裡去呢 我們就看到現在新加坡的前十大富豪裡面 有三個人就是中國的移民 其中第一名這個李希廷 原本就是中國這個賣瑞醫藥的這個負責人喔 其他像海底刀的張勇啊 或是蝦皮的李小東 我想這大家都很熟悉喔 那再看到在科技面的部分喔 現在安謀決定不要再賣這個最新技術的晶片給中國 那直接影響到的就是阿里巴巴 因為阿里巴巴他成立了一個半導體公司叫平頭哥 本來是要借助安謀的技術 可是呢現在安謀他最新的這個 紐約V的這個系列呢 因為他是符合所謂的瓦聖納協議 所以他不能出貨 那瓦聖納協議呢 其實是四十二個國家 大家講好說 這些高科技產品如果被應用到軍事方面的話呢 其實這些國家就有權力去拒絕這樣子的交易喔 所以現在安謀的東西如果想要賣給中國的話 基本上就必須美國跟英國同意 那顯然這兩個國家不可能同意嘛 所以安謀就說我以後就不要再賣給阿里巴巴 甚至其他的中企這些比較高階技術的相關的產品了 好我們再看到中國的這個營建公司花樣年之前 他就已經出事了 已經有債券違約這事情大家都知道 可是現在傳出來最新的消息就是 他的總裁潘軍居然失聯 那很多人就說哎呀被請去喝茶了啦 那這件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花樣年的背後是誰是珍寶寶 那曾寶寶又是誰他的伯父就是曾慶寶 那原因就是剛剛明老師所提到的 因為他們之前因為江澤民的去世 所以他們提了這樣子一個道詞 要求中國官方要照著做 像這件事情基本上惹毛了這個中國的官方 所以呢他們不敢對曾慶寶做任何動作 所以現在找花樣年開刀 那結果呢倒霉了就是他的這個總裁潘軍 就因此失聯了那到底事實 是不是這樣子我們不清楚 但是擺在眼前的就是花樣年現在的狀況 非常的嚴重 他的負債的部分呢至少就是幾十億美金之巨 所以呢這背後是不是有一連串的政治的動作 我們後續持續觀察 那月中剛剛講到美國事實上在軍工軍事跟科技上面圍堵中國的同時 中國今年的經濟壓力真的很大 而且疫情又帶來新一輪的不確定 確實我們在昨天節目裡面談過 中國本來在例行性的15號的這個記者招待會要講這個中國的經濟數據 結果中國國家統計局突然臨時改說 改成線上公佈 本來第一時間我們想說可能就是疫情的關係怕被感染嘛 結果看到實際的數據 我個人想是不是因為數據太難看怕被記者問 因為以前過去都是一堆中外記者就直接問你相關的數據的問題嘛 來到底這數據有多差呢給大家講幾個 第一個工業生產指數 10月還有成長5% 11月只剩成長2.2% 這還OK至少還有成長 可是零售銷售就很慘了 因為疫情這個 這個大家也知道這個風控的關係嘛 所以呢 10月份零售銷售還有成長0.5% 到11月變成衰退5.9% 哇這就掉很多了 更慘的是 房地產投資 衰退達到19.9% 這是從2000年開始有統計這個數字以來 最差的一年 再來呢 失業率的部分是有稍微好一點點 是稍微剩下一點點的 從5.5上升到5.7 也不算多 可是青年失業還是居高不下 高達17.1% 如果再看到更早之前已經公布的PMI指數 製造業連續四個月低於50% 服務業連續三個月低於50% 都在告訴你中國經濟確實在往下掉 這波的染疫呢現在造成很大的問題 大家開始搶藥喔 這在過去我們節目也都講過了 所以最直接的中國大家認為 比較有用的就是這個蓮花清溫的部分 那他的這家生產公司 以靈藥業 哇因為這一波大家搶藥 結果股價狂漲 從10月底到目前為止 居然可以漲70% 一個多月的時間 那也就算喔 搶藥也就算喔 居然連殯業的股價都在大漲 在香港上市的福壽源 股價也是從10月底到現在大漲了60% 那這兩個就藥業跟殯藏業股價都大漲 顯然大家都覺得 對中國的疫情是非常不樂觀的 那另外中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人口老年化的問題喔 因為中國原本規定是 男生60歲女生50歲 在勞工的部分就可以退休了 好可是統計數據告訴你 在2021年底的時候 中國60歲以上的民眾就高達2.67億 佔總人口的18.9% 那如果65歲呢是2億 是占14.2% 可是到了2025年 60歲以上就會高達3億 佔人口超過20% 那更糟糕的是到2025年呢 中國一年就要新增4000萬的退休的人 那政府有這麼多錢給他付退休金嗎 那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中國現在大家越來越不願意升 所以4000萬人退休 那新補進了多少員工 請拍謝喔告訴你 從2025年中國一年勞動力會減少3500萬人 換句話說只補了500萬人進去 那所以中國現在考慮要把這個退休的時間點延長喔 好我們稍後回來 那我請教宏達喔 剛剛看到喔 事實上美國跟白宮加大力道 封殺中國的半導體的同時喔 美國方面也加大力道喔 增加晶片半導體在美國製造 對各位可以看這個圖喔 這個圖書整理在拜登上任之後 美國新增加的晶圓廠喔 至少有8個喔 而且每一個的投資金額 少說也都是200億美元以上喔 那這裡面其實三星還說 他要投資這個2000億 要蓋10個廠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只看他要蓋一個廠 給他少算了一點 只算他170億 好所以宏達我們從美東上面開始看 美東事實上紐約州有美光新的投資的廠 然後IBM也在紐約州也有200億美元新廠的投資 那英特爾在二亥二州有200億美元的投資 然後Google Funds事實上也壓在紐約州 那另外一個我們最近看到的是 亞利桑那跟德州 因為台積電是在亞利桑那州有廠 那英特爾事實上也有增產 那德州的部分有三星跟德儀 那換句話說美國方面喔 這個你剛剛講到這幾年喔 光是半老體的部分 事實上一共增加了八個新廠的投資 可能還八個聚落喔 這裡面加可能是十幾二十個廠 而且是兩個聚落 你看在紐約州這邊 到這個Ohio 東部一個聚落 西部一個聚落 所以很分散喔 對 不管你如果到時候 美國東部 就是美東紐約州跟德州亞利桑那 是三大基地 對都各有一個中心喔 所以他們就說美國是沒有辦法容忍說 在這個晶片方面的市佔率低的 拜登講了非常多次 那這一次 其實拜登就親自去造訪了 亞利桑那這個台積電新廠的這個開幕 其實各位可以注意喔 美國對於半老體有多在意 這個IBM開的時候他去 英特爾開的時候他去 美國開的時候他去 現在輪到台積電了 那台積電送給拜登一個大禮物 因為本來投資金額是120億 這一次加到400億美元 而且呢 在拜登來說呢 把它這個提升到4奈米製成 那到26年的時候呢 3奈米將會在這個美國製造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台積電他要去 他有一個非常具體的理由 因為呢 美國佔這個台灣 台積電的這個營收至少六成以上 先進製成更高 所以如果你得罪了客戶 那基本上 你馬上就有生存的壓力喔 所以這個去不去 其實已經很明確了 那這一次 我們這一次有去採訪這個現場 那其實我們看到的陣容 各位看到這個是台上的 庫克 黃仁勳 這些人都來了 右邊比較有趣 最右邊的這是印裁的CEO 在他旁邊一點 這是ASML的CEO 我們剛剛不是說 荷蘭公司對不對 對 荷蘭不是之前抗議說 美國你管這麼多幹嘛 其實我們去看 這個日本 東京威力也來了 都是最高層的CEO 都跟這個其實都很好啊 都跟這個拜登 互動蠻不錯 然後呢 其實重要的是 還有台下沒上台的 這個ARM的CEO也去了 Renee Haas 他也去了 他只是沒上台而已 所以台下的貴賓 各位如果去看 台積電30週年的時候 來了7個貴賓 這一次遠遠更多 至少十幾二十個 全世界半導體的大咖 那拜登的演講的幕後 我們作為台灣媒體 第一手在現場觀察啊 這個拜登演講台的右手邊 其實像一個搖滾區喔 為什麼 這邊進出特別有的出口 是專門有人把守 那後面的座位 在張宗謀 在劉德英後面的座位 這後面做什麼人 白宮特別親自安排 這裡面的座字表 已經換了好幾次 最後才敲定 所以我們特別研究 這裡面做了什麼人 這裡面做的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亞利桑那州民主黨的議員 參議員 眾議員 然後還有當地的一些社福組織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校長 為什麼 拜登演講的時候 我已經講了 我第一個我要串工作機會 所以學校進來 他們還發展出一個program 十天我十天訓練 你馬上就可以進半導體長工作 我做基礎的運動 他還特別演講中還講 三個小孩的媽媽 本來失業好久 我們現在推這個之後 十天訓練 他馬上就找到工作 所以第一個他要 他希望台積電幫很明顯的 我為什麼要參議員 眾議員 社會團體 學校 我要就業機會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就說 我一定要加強這個 美國在半導體上 他講了 美國是不能夠接受一個狀況 花多少錢都要解決 第一個 在晶片的市占率 美國竟然製造上面 只有占全世界10% 美國IC設計是很強50% 但是製造是身體 不能沒有只有10% 這個他不能接受 他說先進製程 甚至基本上幾乎是零 他說在台積電 在美國設廠都改變了 所以我相信他接下來 不管花多少代價 他都會繼續幫助 這個東西的往前進 因為這個是他的國家戰略 而且他安排這麼多民主黨的地方的政要 事實上也在拉抬他們將來的政治行情 跟選戰的選情 這一次其中選舉 本來亞利桑他說是共和黨 現在變民主黨 對 那 所以拜登為什麼 拜登親自出席 其實第一個 很明確 我想 剛剛擺出來 我們講拜登上台之後 他說只要是有人在辦到頂大投資 他一定親自到訪 為什麼 這是他的政策 而且是美國的國家政策 他一直在講晶片法案 而且為什麼庫克 這個蘇之鋒 黃仁勳都親自去 他們每一個人上去都 都感謝說 哇因為拜登 這個拿出來晶片法案 讓他們可以把他們的晶片 搬回美國生產 所以他們說 就算成本有增加 他們都會在美國這個新廠下單 所以他們 這個美國在 美國自己製造晶片 這是他們要推的方向 就是美國在國家利益上面 你會發現 他從白宮到地方 來自於到產業界的大咖 事實上是團結的 對 但是有個重點 就是說他包含庫克 包含AMD NVIDIA 事實上 都是挺白宮的 這一個國家政策 那有個重點 拜登說我不是只要自己好 我還要聯合我的盟友 大家打造一個自由的 一個半導體的供應鏈 所以台積電絕對有角色 他不是要取代台積電 就是要合作 所以這一次在台下 我們還有看到 直擊到說 其實對於蘋果 我們都知道 台積電是 這個 台積電是蘋果的 很重要的供應商 其實這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最左邊的 王英朗 他是台積電的副總 其實他就是台積電 南科廠最重要的負責人 後來蘋果 那個庫克很快就飛到日本 對 就是由王英朗接待 好就是最左邊這張照片 右邊是張淑芬 左邊是王英朗 王英朗 他現在是台積電的副總經理 他事實上是蘋果團隊的頭 對 就是說他來伺候蘋果 這一個難搞的大客戶 是吧 大家就是說 其實蘋果的晶片 基本上王英朗超到的 好 然後右邊也是幾個台積電的 重要核心幹部跟團隊 是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這個圖裡面 這個秦副總 他是台積電非常非常資深的 一位重量級的人 他平常很少現身 但是這一次其實 台積電有非常多重量級的副總 都出來 很明顯是要來趕快 讓亞利桑那場上軌道 比如說我們看研發的人 剛剛看王英朗超營運的人 但是研發的人也來了 這一位是羅維人 那他也是這個台積電 非常非常資深的研發的副總 這兩位都是資深副總經理 所以可見研發在這裡 我怎麼樣跟客戶在美國 開發新的元件都有角色 可是各位可能會擔心 台積電是不是真的要把 所有的技術都搬到美國去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右邊這個圖 這個圖各位只要開車到寶山去 就可以看到現在台積電 兩奈米的廠已經在動工了 就我的理解 其實兩奈米的研發正在加速 所以只要我們現在三奈米 在台灣開始製造了 所以現在最先進還是台灣的三奈米 但是等到二六年 如果三奈米要到美國去製造說 其實二五年寶山廠 就會開始製造兩奈米 所以最先進的製程 仍然會留在台灣 那最後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插曲 就是我們在現場採訪的時候 拜登一開場突然說 他感謝Sophie 張竹芬 我們基本上是蠻震驚 因為我們不知道拜登跟他認識 那他自己 後來拜登又把這個故事說了出來 好 收好他